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地广泛地区持续酷液高温 北京市昨日创出50年来 7月上旬最高温度 波兰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 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逞出 详实新闻内容 声中派委结果今天公布 有大约62,000名小陆学生 即要接近九成 获派头三个字与学校 比率去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 在旧语言微调政策下 预计合资格开设英文班的中文中学 收伤情况会较以往理想 有校长就建议家长 一旦子女派位结果未如理想 可以去心仪的中学寄门 但不要抱太大期望 卫生处说过去三日 一共接获三宗EV71型腸病毒感染 同九宗手足口病院社爆发报告 其中一名五岁男童感染EV71型腸病毒之后 出现神经系统病发症,情况稳定 她上个星期四开始发烧 口腔潰扬,手脚出现红疹 被诊断为手足口病 她昨天因为头痛加剧入住广华医院 临床诊断是病毒性脑膜炎 她有十九个月大的妹妹 出现手足口病症状 父亲也出现口腔潰扬 他们接受治疗之后情况也稳定 今年至今一共六得527宗手足口病院社爆发报告 出现手足口病院社爆发的学校和院社 分别位于仲西区,观塘,北区,西贡,沙田,荃湾和元朗 现时有一间学校因为手足口病爆发要停放 规管垄断行为的竞争条例草案 下个星期三会在立法会首读 期月后谋定价,滥用优势港绝对手均属违法 新成立的公平明竞争委员会 可以搜查企业,甚至扣押财产 企业即使认罪,亦都可以被判罚款最高一千万 有贺者说条例未具阻核成 我相信罚钱的意义真的不是那么大 就算你罚到一千万来说 可能对一间大公司的生意额都不是那么大影响 如果计算条数,可能我继续垄断 利益是多于罚我的款款,我会继续这样做 阻吓性真的不是那么大 反而有些公司如果要牌照经营 委员会有权调取牌照一段时期 这个罚质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内地广泛地区持续酷热高温 北京市昨日创出五十年来 七月上场最高温度 市气象台发布高温蚕色预警 在广东,高温进一部家剧 广州最高气温达到三十七度 市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蚕色预警 而且启动高温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全市用电量近一千一百万千瓦刷新记录 中央气象台预测 今天仍然有十一个直车市和省会城市 气温达到三十六度或者以上 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 在总统大选第二轮胜出 接替四月朵基身亡的已故总统卡因斯基 出任新一任的总统 官方在最后的点票结果显示 科莫罗夫斯基赢得五成三的选票 领先反对派候选人卡因斯基的孖山哥哥 阿罗斯亚夫六个百分点 科莫罗夫斯基在华沙和支持者庆祝 形容今次是波兰民主的胜利 国家现时是不应该制造分裂 要团结一致 英国石油公司几大股东和支持人士 近日声称 由于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 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亦都带来公司一个恶劣的影响 英国石油公司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对管理层进行一个清理整顿 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或者将会选择离开 梁一林报导 英国石油股东首先批评 来自瑞典的董事长斯恩雅伯格 致责他在楼油事件之后 没有判断力 也没有好好支持首席执行官 海达伦和特的工作 虽然美国方面质疑海达伦和特的能力 但是英国一些大企业的投资者 也都表示支持这位的首席执行官 他们说公司仍然和楼油博斗 如果被海达伦和特离开 将会有破坏性的影响 但是为了挽回英国石油公司的声誉 维持公司的独立性 股东终合考虑之后 同意被海达伦和特离职的建议 据悉 英国石油公司将会在今年7月27日 公布2010年的第二季度营运情况 届时将会公布楼油事件 给公司背上数百亿的美元债务 据公司的知情人表示 领导陈边东可能会带入更多资金注入 例如股东可以发行债券或者追加投资 香港天鹿记者梁一林报道 美国独立日举行食业狗大赛 赤斯纳特连续四年奪得冠军 而六届冠军小林尊因为合约问题 而被拒绝参赛 他到场走上台 更加被警员拘捕 梁一林报道 日本大卫王小林尊在美国纽约监狗扣押一万之后获释 曾经美国国庆日食业狗大赛得六次冠军的小林尊 今年就因为不合约问题未能够参赛 但仍然走到台上 结果以行为不检 妨碍公正 善厂以及拒捕等多罪名被捕 他在庭上否认控罪之后获释 而曾经在比赛一次过食六十八只热狗的小林尊说 扣押期间只是吃过三文治感到肚饿 而日前的比赛就由上届冠军 美国的切斯·纳特成功为面 实验四年冠 他表示对今年的成绩表示失望 他原本打算吃七十只热狗 希望打破自己做出 吃六十八只热狗的纪录 但最终成绩仍然差过去年 香港天鹿记者梁景林报道 又来到世界杯战宝的时间 今天世界杯四强会率先上议乌拉圭对荷兰的赛事 荷兰教练云马维克就说 希望球员千万不要重蹈两年前 欧国杯被俄罗斯踢出局的福切 看看各队的备见情况 击败头号热门巴西闯入四强 荷兰队将会在准确赛中迎来南美竞女乌拉圭的挑战 赛前荷兰教练云马维克接受国际足联采访时表示 现在队员最需要做的是全力投入和乌拉圭的备战 同时云马维克也认为准决赛将会充满艰险 而决定两队的命运将会是队员们关键时刻的心态 说起即将开战的准决赛的时候 最后黄马维克非常谨慎地说 他们知道乌拉圭队中有很多伟大的球员 而这场中为一场充满危险的比赛 现在荷兰国内欢喜的气氛浓烈 而他们身处在南非目睹不到国内举国欢庆的胜况 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集中全力备战和乌拉圭的比赛 最后他在准确赛进行展望时 他说他完全信任他的球员 但最后或者是关键时刻的心态 来决定今场比赛的胜负 他还说千万不要重蹈两年前欧国杯 被俄罗斯踢出局的惨剧 今晚两点半将会率先上演乌拉圭队荷兰的赛事 而7月8号凌晨两点半将会上演 德国队西班牙的赛事 西哥杯消息说到这里 谢谢 新闻布地北达 就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